但是秦义晨并没有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突然秦义晨沉喝了一声 石海内的精神力几乎倾巢而出 涌入小丹炉之内 狠狠地将陀罗丹的药性压挤在了一起 小丹炉炉盖冲天飞起 一枚丹药随之喷波而出 秦义晨似乎早就有所准备 精神力一抓将这枚丹药刮去住 直接装入准备好的盒子内 从小丹炉造洞到丹城 发生在半分钟内 快得让众人几乎没有反应过来 包括顶楼上的周天卫与柳文 他们都认为就要炸炉 谁知道却来了一个如此之大的反转 这 周天卫瞪着眼睛 睁睁地竟然说不出话了 虽然他没有看清楚那枚丹药的形状 不知道丹药的品阶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的确是承担了 在这种他认为肯定是不可能的情况下 成功了 一个连神猪都没有凝聚的少年 深深地震撼到了 他这个来自王城的天之骄子 站在他身后的柳文却是悄然松了口气 同时 嘴角流露出了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 学徒室内 寂静地可怕 这些人都是一脸如若见了鬼的神情 瞳孔扩散 满脸惊恶 嘴巴怎么也合不拢 成丹了 秦义晨收丹的过程很快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 一股令人神清气爽的丹香 也是随之蔓延 充斥在整个房间之内 让得他们精神一阵 他们虽然没有炼制过丹药 但是出身权贵家庭的他们 怎么可能没见识过丹药呢 就这药箱而言 只怕不是普通丹药所能拥有的 难道秦义晨炼制的是一级丹药 少数几个见识过一级丹药的少年 几乎感觉有些窒息 一个连神猪都没有凝聚的16岁少年 竟然炼制了一级丹药 这一次不存在有作弊的可能性 学徒室的房间门是关闭的 这里面根本没有人能够炼制出一级丹药 柳琼二是唯一一个将整个过程 看得一清二楚的人 他也清楚地看到了 那丹药的品阶与级别 一级二品丹药 真是累死人了 秦义晨此时的情况 不比考核那天好上多少 虽然有药顶内沉淀的药性相助 但是他使海内的精神力也所剩无几 此时只感觉浑身乏力 真想就这么躺下去 睡上一天一夜 去叫他上来 顶楼上 周天卫回过神来 直接对着身后的柳文吩咐道 是 柳文应了一声后 快步走向门口 你怎么样 看见秦义晨一脸疲惫的模样 柳穷尔不知为何 心中一阵触动 旋即 他忍不住走过去 伸出一只仙仙玉手 将其扶住 也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上次那件事 他的俏脸有些泛红 娇艳欲低 还好 秦义晨有些虚弱地朝他笑了笑 但是奈何脚软 整个身子朝着柳穷尔靠了过去 这一幕 落在诸多的恋丹学徒眼中 顿时让他们忘记了一切 都是满眼赤红地瞪着他 这个家伙 竟然敢冒犯他们心中不可侵犯的女神 然而 让他们极度地发狂的是 在那个家伙 靠在女神怀中的时候 女神竟然没有推开他 或许 是因为上次的愧疚 原本想要推开他的柳穷尔 却没有使劲 毕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 更是让周围的一众学徒忍受不住 一道道看向后者的目光中 宛若要将其活寡了一般 秦义晨自己也感觉到了异常 特别是身后那两团柔软 更是让他如若靠着一块烧红的铁板一样 身躯不由地一僵紧绷了起来 不过 他心底却也泛生出了一抹异样的成就感 要知道 在前世 柳穷尔可是他连抬头看一眼 都没有勇气的天之娇女 而这一事 却发生了如此暧昧之事 这让他心下也有些暗爽 暧昧之心 人皆有之 况且柳穷尔可是一等一的大美女 这轩云成更是无人能与之争艳 有便宜不占 不是男子汉 这家伙 千赶就全小姐无礼 无耻之有 大家上 赶饭哪 他脸上的暗爽与得意 直接点燃了众人心中的火药桶 一个个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 摸拳擦掌 面色不善地对着秦义晨围了过去 若是不好好的教训一番这个家伙 恐怕他们心中的怨气是难以消除啊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吗 秦义晨一脸怕怕 反而还朝着柳穷尔怀中钻了钻 似乎在寻求她的保护 暗地里却占足了便宜 无耻 呸 死呸 丧尽天良 此时原本就脸薄得了有穷尔 翘脸更是如若火烧一样 终于忍不住将那无耻之人 推入了火坑 喂 喂 别动粗啊 我真不是故意的 看着那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学徒 秦义晨的嘴角抽了抽 以他目前的状况 哪怕是一个小孩都能将他推倒 何况还是几十个青年呀 有话好说客气哥 我好歹也是工会受宣的炼丹师 你们不能以下犯上啊 秦义晨试图搬出炼丹师工会的绿条来保护自己 然而他却发现似乎并没有什么卵用 反而让这些人的面色更为猙獰了 最后秦义晨只能将目光看向柳穷尔 可他却发现柳穷尔翘脸通红的低了头 转过身去就当没看到一样 尼玛老子又没瞧 见他一副受了天大凌辱的模样 再看着一个个面色不善走过来的壮汉 秦义晨心中顿时有着一万头草尼玛奔腾而过 早知道刚才就应该好好地爽一把 这顿揍要白挨了 他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目光看向那曲线分明的背影 后悔连小手都没有牵到啊 会长 突然秦义晨的目光看向门口 口中也是忍不住轻易出声 会长一个月都难得来这里一次啊 做的可想骗我们 一道道怒斥之声 很快将秦义晨的微弱的声音遮掩了下去 一个个满脸愤痕的学徒 更是将他团团围住 眼看就要将其淹没之时 一道苍老妾蕴含微严的声音 却是在门口响起 你们在干什么 还不快住手 听到这道声音 原本打算动手教训秦义晨的众人 都是愣了下来 下一刻 一道道有些呆滞的身影 缓缓地转过头去 再看到发须有些发白的柳文后 顿时 一个个都是如若受惊的小兔子一般 放下秦义晨 缩在角落里面 他们虽然生在权贵家庭 而且还有炼丹师工会学徒的身份 在城内作威作福 是不成问题 但是 在眼前这个老者面前 却什么都不是 柳文 严厉可是出了名的 不说其他 就在工会内打闹这一条 就足以让柳文将他们哄出工会 会 会长大人 他们满脸慌乱 似乎已经想到 自己被逐出列丹师工会的悲惨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